我的师傅说 那个偷带团的导游 人家捏到火星 饱到也香香 会带团的导游 就算人家 就是吃到苍蝇或什么 还都会觉得 这个就很香 那个是开玩笑的 对啦 然后我们的师傅 跟我们讲说 所有问题 你要在外站 就把我解决掉 不要再带回来 该请客 该道歉 该顿都出来手 什么叫顿都出来手 可是如果你的刀子很利 就切开来 你的刀子很顿 那你就只要再更用一点力 你才能够切得开 因为人家可以爸爸快 所以你刚刚讲说 如果说你是 已经上班习惯了 朝九晚五 然后上班八个小时 再多上一个小时 老板你要付我加班会 如果你是这种习惯 这种工作 你千千万万不要来 导游领队 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 执押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执押诊所的 节目制作及主持人Pola 今天这一集 由企划伙伴Zoe 担任主持人 时间交给Zoe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Zoe 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 我们这一集又来到了 百公大集 百公大集是希望可以 透过这一系列的单元 帮大家来挖掘我们台湾 我们印象深刻 特殊的职业 还有大家最想知道的 这个工作的内容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节目 可以分享我们 各个职业上面的 专业的职人 他们的生活故事分享 让我们更有一个新的体悟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来到的是 很多人都想要 曾经梦想过的一个工作 或者是曾经有想过 很想要一起接触的 就是旅游相关的 那先跟大家讲 如果说有一份工作 他的福利啊 是老板会招待你可以到 各个地方往 然后还有机会出国旅游 讲到这里 应该可以大概知道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那我们就先来欢迎 我们的资深台湾导游 玲瓏大哥 玲瓏大哥好 听到这个很熟悉的问候 很亲切的问候 就知道我们玲瓏大哥来了 刚刚我们在开录之前 玲瓏大哥特别有问过说 我们等一下要 只能讲国语吗 还是自然语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希望 可以透过 玲瓏大哥亲切的声音 来挖掘 大家对于这个导游 是不是有什么 印象是 真的是这样 或者是有一些刻板印象是 我们可以再去 挖掘更多的真相 其实我问过身边 很多朋友都觉得 导游这份工作 真的很梦幻 就像刚刚讲的 可以到处出去玩啊 而且好像住的 吃的 因为都是跟着团一起嘛 所以不用再另外付钱 可是 其实我们都知道 因为导游 好像一出去 就是要工作 还有好像没有休息呢 如果睡觉的时候 你的团课突然有什么问题 你要马上突然跳起来去处理 所以我想要先问玲瓏大哥 觉得导游 它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可以跟大家介绍吗 导游是实现 圆导游是实现 美与美丽的期待 一个圆梦师 圆梦大师 对 真的是耶 你看哦 很多人可能 一年只出去玩一次 对 有的人可能一年四次 算很多了 是 那他 甚至有些人是 有计划的要省钱 然后当他 开始在省钱 对 或许也开始报名 很久之前就报名了之后 他就一直期待 美好的到来 哦 我可能半年后的团 但是我那个团费 是我要慢慢 一点一点一点存 所以在存钱的过程当中 我每天都会想说 啊 我再辛苦一下 我等一下就可以出去玩了 他把所有的梦想 寄托在你一个导游的身上 真的耶 那导游在带团的时候 出去总会有自己 控制不了的事情 比如说你帮人家带团 我的朋友也碰到过 去金山万里那一边 带团 好吧 那就三天两月 好吧 就三天两月 结果去了之后 他就玩一玩 第一天玩一玩 check in了嘛 对 然后第二天 人家饭店说 你们十一点就要退房 怎么会十一点退房 我们不是住两天吗 没有啊 旅行证只订一个晚上啊 那怎么办 都不是导游的责任 对啊 但是人家现场是骂死你这个导游 你就代表旅行社嘛 旅行社派你来嘛 你是第一个被骂的 所以有很多不是你自己能够掌握的 但是哦 有一些状况哦 我的师傅说呢 那个老家带团的导游 人家捏到火星 補到也香香 会带团的导游 就算人家就是吃到苍蝇或什么 还都会觉得哦 这个就很香哦 那个是开玩笑的啦 对啦 对啦 然后我们的师傅跟我们讲说 所有问题 你要在外站就把我解决掉 不要再带回来 是 该请客 该道歉 该顿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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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如果我是导游 然后我遇到这种没有办法解决的 我真的是会很想要逃离现场 但是导游其实很多时候是要很会应变 然后抗压性也要够强 而且最重要是就像我们玲珑大哥师傅讲的 出去外面就是要把它全部都在外面解决掉 然后让客人其实在现场就算是遇到状况 他也会觉得这是人生的旅程 只是他梦境当中的美梦当中的一环 可以让他的旅游更快乐的一个事情 吴淡如有一段文章 他说出去旅游的时候 如果碰到一些突发状况 或是不顺理意 或是形成有一点trouble 你要用另外一种心情去看 去欣赏 原来也会这样 看到怎么处理 当下你自己又是什么样的心态 在面对这个 哇 那逛逛逛逛这么大 怎么像刚刚讲的 拿第二天王杰没有 那怎么办 搞不好人家旅行社 好好好 那这是我们的错 他跟你深等到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更好的饭店 你说不一定 是那个吴淡如的一篇文章里面讲 说你要用戏去看 然后同样的 你当时气死了 你整个假期都泡汤了 那你如果用另外一种心态 哦 原来 以后我就可以讲故事 给人家听哦 这也是旅游的一部分 对 那你接下来的行程 一样是非常的美丽 更快乐 对 是 那讲到导游这件事情啊 其实很多人 他可能在观望这份工作的时候 他会分不清楚说 领队跟导游的差别是什么 可以请林隆大哥 跟大家说明一下吗 领队 就是我们把台湾人带出国叫领队 带出国 那外国人来台湾 我们来接待他 是 叫导游 比如说 这个你现在出国到泰国去 那我带团 我就是领队 是 然后到了当地之后 会交给当地的导游再带团 那个人叫导游 是 那领队还有分为这一个 国际领队跟华语领队 华语领队就是港澳中国大陆 讲华语的这些 你只要考华语领队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要带到全世界各地的话 你要考国际领队 国际领队 日语啊 英文啊 什么 一些所有的 有很多鳄鱼啊 都有可以让你去挑 只要你考上了一个 全世界你都能够带 那 这个导游证也是一样 有分为华语导游 比如说 大陆啊 港澳的人来台湾 你就要有 华语导游证 那 你如果有 这个 国际 国际导游证的话 你就不用再去考 华语导游了 全世界的人 你都能够带 对 包含华语也是 同样的 你如果有国际领队证 你也不用再去考 华语导游了 全世界你都可以去 是 所以 你也知道 那比较 很难考哦 对啊 非常难考哦 真的很难考 就是国际导游 或国际领队 他第一首要条件是语言 那个语言是英文吗 因为我不太确定 都有啊 都有 他现在又开放越南的 越语 是 东南亚的地区 国家考试的时候 他有好几个选项 看你要报名哪一组去考试 有分组别的 对 那其中还有资源 就是理由资源啊 专业的尝试啊 是 总共有三大项 实际面 实际面的操作 是 有点类似像技术面的 这个 所以三大的 不好考哦 各位观众 听众朋友 我来随便考你一个哦 93年导游考试 考那个鸟题目 是 万里长城几公里 选择题 五千 二 六千 三千 一万 多难啊 这这真的很难耶 后来才知道 我们在万里长城 万里长 哇 写一万 死掉了 你这题就当掉了 因为 当时的万里长城 几华里 换算现在就是六千 难不难 难啊 还有那个鸟题目 是 大鱼岭看什么 日出 银海 晚霞 鸟鱼 鸟鱼 朦胧 亦当年的鸟鱼 是 日出银海 晚霞鸟鱼 你猜一猜 这太难了 我连 日出看得到吗 应该看得到啊 日出银海 有没有 也有啊 晚霞 有没有 是啊 有 鸟鱼 有没有 对啊 有啊 这不是宰狼了吗 但是 那个出题的老师 这不是写者出题的 因为出题老师 有好几种 这个一定是 真正的老岛有出的 因为大仪林 到了下午两点以后 一片的云雾翻腾 银海 这是他的最大特色 然后烟雨朦胧 那种最美的境界 那是大仪林 大仪林那边的境界 所以说他在考你 有没有真的去过 如果没真的去过 你纯粹念书啊 书本不会写这个的 是 所以导游的考试 有很多 其实也是一些 资深的前辈 他们出的题 就是希望可能这些导游 在考试的时候 我在加码再考一题啊 好 什么鸟题目啊 嘉义 那个北港朝天宫 前面有个圆环 圆环有一个碑 是纪念谁 第一 奥迪洛 第二 孙中山 第三 郑成功 第四 岩思琪 我只是要喷水鸡肉饭 完蛋了 我们怎么会知道说 那边有个圆环 中间那个是纪念谁啊 对 后来真正的答案是 岩思琪 因为台湾这块土地 有汉人组织上岸的 第一个地方 就是岩思琪登陆纪念碑 那他也在考你这个导游 对历史读得透不透 对 台湾真正的国户 应该就叫岩思琪 是 你看很难考哦 真的 所以老师在考那些考试的时候 这些题目是你当下 有答对的吗 要三去划 是 王迪洛 王迪洛已经是清朝的人了 没有 定性功 郑成功 嘉义这个范围 嘉义他是在台南 而且他来半年就挂掉了 打差 不可能 接下来 还是要有一些 基本的地理环境跟历史的概念 然后在想那个地方 应该是年代最久 我用猜的 结果被我猜到 太厉害了 所以老师 这个导游的考试 跟大家分享 然后刚刚其实你有讲到一个重点 导游的考试很难考 但也不是真的考过了 你就可以当一个好导游 对吗 这个是 不是三年两语就可以讲得完的 我们很多 现在考上导游领队证的人 一堆好几万了 那真正有在 人家有在上限 有在指定在用的 其实不多 真的 那个比例大概多少 可能比如说十个 一百张导游证好了 真正有在用 可能 依我认为 大概不到二十到三十 其余都是拿着证 没有工作 也没有在职业 这样 那他们没有在职业 是因为可能 没有接到客人吗 还是 是这样子 如果你考上导游证 然后我就去跟旅行社 我有导游站 我有领队站 我带你们团出去 谁敢交给你 我又不认识你 我整个 像那个导游 有时候出去 他带很多钱在身上 我一给你 你会不会就跑掉了 对 对啊 而且你到底会不会带团 这个也会影响到旅行社的声音 所以这里面会有几个养成 就是说 很多人在问我说 哇 那我们考上了怎么办呢 那你要先把你的 人面 人际关系给弄出去 比如说呢 你考上导游证 我们就有个导游协会 你就加入那个导游协会之后呢 他们会有一系列的课程 老鸟带新鸟 那如果老鸟出去带团 你表现很好 人员也很好 来了 跟着我出去实习 这样就有机会看人家怎么 从头到尾操作了嘛 那他们还会有户外课 户外课你可能要缴一点协费 缴一点钱 那同样的 如果你考上是领队证 我们有中华民国领队协费 协会 他一样也是有这一系列的课程 跟那个群组 那你跟他有认识 那接下来比如说 有一些公司啊 或是机关团体啊 会打电话到协会 我什么时候 有一团 这个国外来台湾的 你们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导游 我说哦 好 那比如说两位啦 那我是导游协会 对不对 你要打电话来 除非他指定女生 或是指定男生 那接下来就是 那我要 我要找你 还是要找 找那个 当然是我印象好 关系好 对啊 我跟你有认识啊 对 所以说 这当中的人际关系 同样的 如果是带台湾的团 刚刚你没有问到的 我再补充 那带台湾 台湾人在台湾玩 要不要导游执照 不用 对 那个叫领团人员 那是不需要执照的 这个我不知道 在台湾带团 对 是不用的 这叫国民旅游团 是不用执照的 但是这种不用执照 里面真枪实弹 血淋淋 也有很不会讲 很不会 但是客人就很喜欢他 为什么 他很会打迪赛 他带的是那一种 里面团 因为里面团的习性 就是上来 大家抢麦克风 唱歌 抢到会吵架 然后要不然就看电影 像那时候 我们养成的过程 滴高亮 我听手 做上录影带那种 然后泡茶 泡茶 泡咖啡 这种他也不会很会讲 但就是 很会搞鬼 然后就是 很会跟他们拉 然后吃醋 跟他弄得很好 我可能每次出去 要直接找他带团 因为说 那个酒生 很趣 所以他不太会讲 人员好 热情 活泼 可爱 有礼貌 这种 没有讨论很多诸位 像 比如像这个 Roy这种漂亮的姑娘去 你都不用做什么事情 我就去当花瓶就好了 大家找 特别是 如果是工厂的团体 然后小弟哥一顶 我说 有时候 我们讲话 讲到烧香 站到两条腿 都快要花麻之后 人家 美丽的姑娘一上 你不要那么辛苦 比如说 我们上下客人的行李 上来 要到饭店 要拿下去 这个我们 跟司机都要帮忙搬 像你这样 漂亮的小女生 来 再帮忙弄行李 不用了 我来就好 天生就有不公平 真的 所以在这个行业 性别 或者是可能外貌长相 或者甚至你高费的 那个能力 其实都会影响到 可能跟客人之间的 第一印象的关系 都有 当然 漂亮只是 一时接着你很漂亮 结果你上来之后 你那脸是 要出去玩五天 比如说你明明很漂亮 脸是很臭的 或是说 你根本一点的不热情 该工作也不工作 该怎么样也没有 只是光漂亮 只是一开始这样好而已 那你如果是像我刚刚讲 又有可爱 又有笑容 又可以跟人家这样子聊天 人家觉得很好啊 是 好 所以如果是带台湾人 在旅游的这个台湾的团 国内团 跟带台湾人到国外的这个旅游团 他之间啊 在带的那个过程当中 呃 玲瓏大哥会觉得有差别在哪里吗 国内的团啊 嗯 有分为协生团啊 是 社会客人公司航号机关团体啊 还有一些是礼民团 是 协会啊 那一种 对 里面 学问很多 嗯 包括说 有的是 直接 走车 劳累啊 是 而且赶行程的 嗯 有的 因为 团会比较低 是 那可能是 游览车开的旅行社 旅行社本身也会 就是在行程里面 自入性 人家有自入性行销 那行程会有自入性的 呃 观光工厂 购物的行程 购物的行程 因为团会低嘛 对 那去到那边之后 呃 有购物 那他们多少能够拿一点回 回用回来 是 那这里面的带团啊 的协问呢 这个另外一门协问啦 我是说先跟你讲这样 那国外 国外出去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比如说 如果团费很低 嗯 他也是会去购物的 对 那有的是在车上 呃 像日本线啊 呃 他会在车上卖 你平常比较买不到的 是 要不然就是有合作的 比如说游览车 可能旅行社并没有付那么多的钱 是免税店 呃 有帮忙sponsor这样子 那你也要去进那种店 是 那 欧洲团的话 同样也是 如果 如果这个标榜 绝对没有买东西啊 叫no shopping的这种团费 就会很贵 哦 那如果 哎 你参加的是 是有shopping啊 也会到 比如说到瑞士 你总会去老律师买个钟表吧 对 到荷兰 可能会去那个 买一些 酸酒啊 那一种 嗯 那 我经常跟 这个 朋友说 你如果是参加比较便宜的团 你要一点人情味 既然团会便宜 你也知道 人家会带你去买一些什么东西 那 特别是泰国县 泰国的导游啊 呃 他要来 如果是低团费的 他要来接待这一团的时候 导游是要拿钱给旅行社 等于买这一团的钱绿 是 然后 台头生理 有人做了钱生理 没人买啊 如果你来了 这个也不要 那个也不要 shopping都不要 那他会连很臭啊 你想要有一个美丽的假期 几乎不可能 嗯 那有时候讲话还会很口碎啊 比如说像 我们以前我们的 老师傅啊 那个油轮车小姐啊 车子要倒退啊 好来 人家啊 来来 现在车要倒车 后面锁锁锁 听懂吗 嗯 听不懂 听不懂 车要倒车 后面锁锁锁锁啊 这是 倒车 倒车就是倒车嘛 对啊 后面的嘴开开嘛 哦 OK 这里就是 如果你听到 虽然好笑 但是知道 原来他也在生气 他在消钱 有点酸酸的在讲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参加的是 呃 那低团费的 是 那 大概几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哦 他们 现在旅行社都要指定好 你如果有去购物站 你要告诉我们 你们是去买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的站 那你事先已经知道了 到了当地之后 你可以跟 领队 要不然就跟导人讲说 这几样东西 我都用不到 我不会买 但是你可能会有推智慧的 会去玩什么什么 那个 我会来跟你捧场 人家那个带团的人 一开始先知道 之后 你这么跟他讲 他就 嗯 心里有数了 至少这一团不会亏钱 这个客人 很有人情味 哇 一开始之后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情 他就很拼了老命 在带团哦 嗯 然后他甚至会这么讲 因为公司 旅行社一定指定 他要去那个购物店 对不对 是 他会说 我跟你们讲啊 进去吹吹冷气 喝喝茶 你一定要进去 绕一圈 大概停个十分钟 看看我们当地的物产 会带你们去 表示你们台湾没有 稍微有一点知识就好了 然后呢 大概时间十到十五分钟 我就可以了 我们就出来 把我们赶快去 别的地方玩 你看他反而会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就是 不要 不要说 都带我们去买东西 你都没有想 你当初缴多少钱而已 你光是自己去买 机票去一趟泰国 都比同会还要贵了 所以说 要好凶 是 他这有点是 这个行业内的生态 其实不管在国内 或者是国外 可能都会遇到 如果我们团费比较低的话 可能就会有 比较多的购物行程 这个是 应该大家出去玩的时候 都会有第一个 先认知这件事情嘛 所以告诉大家 一个小技巧 那这个也是 玲珑大哥给大家的一个 优缺点跟比较 那 出国的时候 或者是出团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导游 就是刚刚讲的 真的没有下班的感觉 有时候 好不容易把大家 全部都塞回房间了 准备要睡 可是 是不是还是 有可能会接到一些 特别的任务 都不通啊 一坨那个好料 还在那边 他会直接找你 是 那我们 我曾经在 在国内团 盥洗包里面 就是有一支牙刷嘛 是 那我们是带 组科的科学人 科技人 是 然后 晚上 他刷牙 准备睡觉了之后 忽然间打个内线过来 林浩 我这边没有牙刷 我说 不是都 都有一支吗 喂 林浩 这是一次就丢的 晚上我刷牙 明天早上 难道 我就没有了 但他认为 一次就丢 就不能用第二次 牙刷可以用第二次啊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骂他吗 不可以 我们可以记住 不可以 哦 因为很简单 我只要去柜台 都拿一支 然后去给他就好了 对 因为人给爸爸快 所以你刚刚讲说 如果说你是 已经上班习惯了 朝九晚五 然后上班八个小时 哦 再多上一个小时 哦 老板你要护我加班会 如果你是这种 习惯这种工作人 千千万万不要来 导游领队 手机二十四小时 不能关机 是 对 那刚刚那个故事 其实我又想到啊 这个感觉应该听起来 就是团课其实很信任 玲珑大哥 所以才会什么事情 他不会先去找饭店 他都先去找你 信任是一定信任 孔老夫只说 做学问 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放心就是 那种心仁一马 要走出的心 能够安定的下来 这叫做求学问 无他求其放心 也就是让你不要再心眼意 同样的理科 理科像在多年前还没有 台湾的时工 还没有那个所谓的导游 这样的时候 我也是从基层这样子 人家也是不认识你 然后你就来带团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师傅都讲说 你要先解冻 解冻之后才能够破冰 一个大冰块从冰箱拿出来 你切得下去吗 你钻得下去很难 那你就要慢慢的让它融化 快一点融化 这叫解冻 客人一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可能彼此他们不认识 然后他也不认识你 如何让他很快认识你 如何让他们之间也能够热络起来 这种热络起来很重要 人经常我带旅客 去住完饭店之后 隔天要离开 我在车上都 那各位昨天睡得好不好 有人睡得很好 就会有人睡得不好 我大部分 另外的情况 特殊情况 吃太饭 冷床 还有跟 跟老公玩家 跟老公玩家 或是说心里面有恨 本身就是有生病的那种 都是不容易睡的 但是排除那些 还有一个吃太饭 有时候晚上buffet 吃太饱也不好睡 假设这些都没有的话 还是睡不好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你以后不要来 因为人跟土地之间是磁场 这里的磁场对你不好 那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好不好 人跟人是气场 我们臭气相投 气息相通 互相打气 大家到顶了 所以说我们要在很快的时间 解冻 解冻包括客人之间的解冻 我们跟他们之间的解冻 然后大家就能够一团和气 而气 可以凝集在一起 念成一条神 那他就对你就放心了 如果在不放心的时候 各位旅客 我们等一下到那个地方 哇 现在这里有物场 你看这边 整个都是茶园 然后呢 没有解冻 小心 宁可相信世间有鬼 也不要相信 导入的那张嘴 等一下一定要带我们去买茶叶 一定是得 对 气场不合 接下来各位旅客 这个地方 哇 你看 为什么这里叫鹿谷 以前这边都是养鹿的 这个岛 等一下要带我们 一定要带我们去买鹿笼 路边 一定是 这就是没有 客人对你没有放心 觉得你都有炸 你讲什么他都不相信 这个团就很难带 那是因为 你没有得到他的信任 他没有放心而已 他的心眼一马 压买的心 刚刚其实 玲珑大哥有在 讲话当中的 谈话当中有告诉过 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带团的经验 真的非常丰富 从以前到现在 1985年 踏入旅流业 然后到现在 带团已经超过30年了 1985 74年 我换算过到今年 39年 对 已经将近要40年 数学不好 好 然后带的很多的 都是台湾团 然后甚至 以前都有带团到国外 也都有 后来是慢慢的 这个自从 以美人的加持之后 以美人是我生命转弯中的贵人 那时候 他在 飞碟电台 中广 然后 那时候 电视台都还没有 行脚节目 也都没有在讲哪里好玩 那哇哇哇 这个 节目就 过年要到了 他们忽然讲 我们来做一集 过年去哪里好玩好不好 结果 以美人就 可以啊 因为 我之前 就上过以美人的 广播的节目 那是因为 我们在推一个 台湾行脚里面 一天而已 去探皇古迹 几家旅行社 联盟合起来做的 结果是 他们的制作人 看到 报纸 这几家旅行社 在登这个报纸 叫他们来讲 反正也不用给他钱 等于是 替他们打广告 然后我们那几家旅行社 没有钱的 我不要 我不要 玲瓏你去 我就杀 好啊 我去啊 就认识姨美 姨美就 这个高兴 这么猪 然后娃娃要做 这个理由节目的时候 来来来 叫那个玲瓏 我叫玲瓏 很厉害 就这样子 上了娃娃娃的 那个桌子之后 从此一泡 正宏宇在我的书里面 写说 这个人像一个冲天泡一样 一点的火 就冲上去了 然后 然后接下来大家就开始 怎么娃娃 那一集收视力怎么那么高 那个engineer 那个收视力 大家都会看 谁在讲话的时候 收视力一直飙上来 然后大家一直 一直遥控器 按进来都不会跑掉 这是收视力调查的窍门 对 就这样子开始 就这样 所谓的红起来 是 那我慢慢的 最近这十多年来 40年来没错 我就有一种认同跟感受 我如果把 现在我红起来了 大家很指定我带团了 那我如果把他们带到国外去 只有我赚到钱 而我赚也只是赚一小部分 所有的钱都国外那些人赚走了 那如果你指定我 我把你拦截在台湾 对 把消费留在台湾 然后饭店 老板开得那么好 五星级饭店 养了那么多的员工 我们去了 然后餐厅有人来吃了 名餐有人买了 游览车司机 这个整个 我能够拦截多少 算多少 都是在 阿尔代步的乡亲 这边钱都撒在这块土地 我赚这种钱 太有意思了 也因为一个媒体 让台湾的天空 有一个玲珑 所以说 这些年之后 出国都是自己去玩 指定我带国外 我就不要 你如果要带国外 你就找别人 因为指定我 你就要把钱 撒在台湾 我才带 带大家在台湾 有点像深度旅游 然后尽量的 就是在带团的过程当中 让大家看见 不一样台湾的 像疫情期间 这个出国出不去 但是国内 某个时段可以玩 有很多高科技的公司 不能出国之后 好吧 他们就把国外的 那几个全世界CEO 然后都到台湾来开 年度大会 开完之后 找我来办 那些人从来没有 在台湾长大了 肯定没去过 阿里山没去过的了 玩了一趟之后 台湾怎么那么有意思 我就好伤心 身为台湾人 外国的月亮这么远 你很清楚 台湾的你都不知道 所以说 接下来他们有很多活动 他们继续在台湾玩 原来台湾很有意思 是 这个深度旅游 真的也还是要靠 有一个 可以帮你当 有点像敲门砖的概念 就是带着你去 同一个地方 不同的人带你 就会有不同 一样的那种感觉 那也想侧面了解一下 因为玲瓏大哥的这个团费 其实我有上网Google看过 真的不便宜 他的定价大概会是 是这个业界的 已经算是最顶端了吗 国内旅游团来讲 不是 顶端的话是董事长 他那个是天花板 那个是给真正的金字塔 上面的金字塔 那他的行程 他的那个 他是完全客制旅游的 也没有客制旅游 就是他就设计这么好 这么高 消费也这么高的 那你可以的你来 当然就有那样的族群 那他很不错啦 只是说 他每餐都吃得太好了 这个是有违背 我现在的四个重点 快驴慢火热油养生快驴 以最快的交通攻击 对 比如说我如果有 这个南投的团 我一定是台北高铁 到台中才换游览车 是 我甚至最近 我去那个 那个苗栗的太阳观止 然后苗栗有个花路农场 最近是绣球花 是 因为我的粉丝团来自前省 高铁 这个台北出发苗栗 苗栗集合 是 中南部里面就到苗栗 连苗栗我都坐高铁 快驴 漫游 慢慢的看风景 慢慢的走个路 慢慢的吃个饭 速度整个都放慢 我的耍宝说什么叫浪漫 浪会再慢慢走 叫浪漫 快驴漫游 热火 我住的饭店要好 好的不是只有房间里面好 打开窗户 看过去的 是让你觉得 我待在房间里面 没有走出去 我都觉得很舒服 还有那个饭店里面 最好如果能够有泡汤的 能够有SPA的 然后最好还能够 比如说有Buffet的 腹地周遭老人家 有时候早睡 他早起 你要有地方可以走 又不是大马路旁边 这一种都是我的菜 然后养生就是 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 要营养 要健康 不是大乙大肉 像有一些 那个铁皮屋的 公路休息站的餐厅 除非这一条路 就只能够到那边吃 要不然我是不会带过去的 因为什么样的油 我们不知道 怎么那么便宜 一桌一千五 可以十个人吃 而且吃 好像又满桌很澎湃 另外三餐都那么丰盛 这样子 我觉得钱不应该是这样子花 所以说 第四个重点是养生 我跟董事长 一点比较不一样 那这样子听起来 这四大重点 玲珑大哥应该花了很多时间 去做功课 去在带团之前 可能都要自己先去场刊 然后去了解 甚至住过 才会知道他乐不乐活 是这样吗 对 你这么一讲 让我想起 我们刚写图的时候 我们师傅说 你没带 你没去过的地方 能不能带团 我们说 我们没去过 我们怎么带团 他说 赵带 赵带要带 没去过的地方 包括国外也是 那这样怎么办 他说有一个重点 一下了车之后 你要非常斩钉截铁 各位你看厕所在那边 一笔一定就是那里 你要先知道厕所在哪里 客人就不会认为你没来过 哪有什么地方 全部通通自己来过的 也有没去过 然后跑一趟之后 下午才知道 是 那刚刚你说 这个做功课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辈子的学习 是 刚刚民国74年 从救国团的时代开始 包括学校的老师都教我们 我现在跟你讲这个 你可能现在记得 明天可能大概还记得概念 一个礼拜之后 来 我那天讲的些什么话 几乎可能有一句 你想得起来吧 半年后 一年后 完全忘记 那你如果随时一直记 一直记 然后过了半年也好 过了一年也好 你回头一看 那个记忆马上就跑出来了 对 温固而知心 不是知道新的 你还能够创新 是 然后接下来电脑开始有PE2 可能两位都还没出生吧 PE2的年代 接下来可以输入电脑 输入电脑 接下来PE2 接下来就是Word Window了 哇 就可以转成很多很多的资料 然后现在手机 又可以放到手机里面 手机又有那个 那个记事本可以用 就直接都关在里面 每次出团之前 一定都要再复习 都要看 还有更多新的东西 像我有加入读书会 一个读书会 校委会里面读书会 一年要干掉六本书 两个月要读一本 像最近才读完 台大前校长孙政的 等闲市的东风面 就要讲孔子的故事 东风 东风不吹 三月的柳须不飞 东风他在讲就是孔子 金子如风 小人如潮 风行草原 这一本书 看了之后 哇 让我很有感觉 而且最近正好都是春天 代团都是去看花 看一些美丽的花朵 都集中在春天最多 这一首诗 然后结合里面 他在讲的大航海时代 全世界跟中国 然后亚当史密斯的 经济国父 就会觉得感觉 然后我正好就带到孔庙 他里面讲了很多论语的东西 然后又带到赏桃花 赏桃花就是在台大美红农场 上面赏桃花 这里面的书 很多都讲到这个 看了书之后 然后吸收了之后 又能够分享出去 那客人就觉得 哎呀 别的地方听不到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有个广播叫李继准 听过没有 应该没有 听众广有 年纪跟我一样是五字头的 应该都知道李继准 每天十二点 这是李继准制作的感性时间 李继准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永远就不会忘记 吸收这是看无 看了一本书之后 你有没有吸收 有吸收了 你才表示有看得懂 吸收这是看无 所以我做这个行业的好处就是 像你们在看书 看过就好 我看书要画重点 重点之后 这句话我要把它收录到我的笔记里面 因为我用得到 同样你们看电视 哇 吴宗欣很好笑 哇哈哈 你们笑完就好了 我一听到这个梗 好笑我会记录下来 吴宗欣曾经有一段时间 媒体对他很攻击 然后他就 人家访问他的时候 他说 现在这个媒体 报纸 除了日期是真的 其实都是假的 这不是很好笑吗 这个梗 我们就记下来 累积久了之后 这就是您的左轮手枪 要打仗 你等一下我去拿枪 太慢了 要打仗 拿出来马上用 所以说你久而久之之后 在你的融会贯通里面 你明明是很诗情话语的一段话 忽然间 一个梗跑出来 这就是你不一样的地方 人家不会出来听你讲课 同样的听你讲一段诗词 诗词之后 一切跟人不一样 比如说像最近 最近一些花开始在凋落 进入夏天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富花 但是最近是铜花 四叶铜花五叶鞋 铜花是白色的 它不是落红 它是落白 落白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富花 因为你仔细看 掉在地下的铜花 都是一朵一朵 那个是宫的 铜花是同样一棵树 它有开出母的花 宫的花 那个宫的花跟母的花 然后蜜蜂蝴蝶蚂蚁 来把这个宫的花 朵的花蕾 然后传到母花那边之后 它就要赶快自己 凋谢下来 为什么 它要把所有的养分 给它的太太跟它的小孩 是 童子 所以说我赶快凋落 我不要占用养分 然后我掉到树下之后 我糊烂了之后 我又滋养了这棵树 所以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富花 你要马上还应 落白不是无情物 那客人听你在这么一讲 哎呦 那个感觉境界就不一样 那高高的树上 你会想起 习木老师的一首诗 那是我在单身的时候 很久以前在帮一个 旅行社的女老板 女老板很年轻很漂亮 他送了我一个书签 上面写着 如何让我遇见你 原来这就是 习木龙老师的诗 如何让我遇见你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此我在福前 祈祝五百年 求佛师给我们一段良言 佛医师将我化作一颗事 转在你每天必尽的路旁 阳光下 盛中的开门的花朵 多多数全室的盼望 全部背起来 原来他就在讲 高高的树上 一眼子开一丝花 眼眼你就看到它的美 就像是男人的肩膀 男人的责任 这个它是仰望的 让你看到那种美 私人的情势下来之后 我消化了之后 每一次 我在分享给李克的时候 李克那一种神友 本来看花子是这样 原来 这个 赋予它 当你无视的走过 在你身后 掉落了一地 朋友 那不是花瓣 是我叼你的心 因为时间有限了 我没有办法 把这个整个情境告诉你 听众想听的话 来参加我的团 我慢慢的讲给你听 慢游嘛 慢慢的说个话 慢慢的讲 这个吃个饭 是 刚刚有听到 其实玲珑大哥 在从以前到现在 都有习惯 就是把各个的 景点的感受介绍 然后甚至你读过的诗词 读过的书的内容 重点 然后可能有一些 重要的新闻消息 或者是一些 艺人的笑话的梗 全部都会记在你的本子上 就是会有这个习惯 然后温故儿之心 都会再回头 再重新的去看过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 吸收之后再分享出去 我觉得就是 玲珑大哥可能提醒大家 如果要当导游的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前面讲的 要经营人脉嘛 你这样才可以有生意进来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 要有自信 自信告诉人家厕所在哪里 那这个自信怎么来 我们就是要做好功课 那做好功课 其实都是生活账 一点一滴的这样子累积 那也想问说 因为刚刚也有想讲到 像玲珑大哥这么多的内容 要慢慢的跟大家说 可是在说之前 要让大家相信嘛 所以会有那种 要解冻破冰的时刻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 想问一下说 那种解冻的小技巧 有没有什么一些美感 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这里面无法一言一辟之 因为里克八八款 有的是那种很严肃的团体 我就带过建设公司 那个老板就是惊人退休的 板着一张脸的感觉 然后一开始 那时候傻傻的 也一样是用那一套 这个 你好我好 大家好来点掌声好不好 没有声音 如果平常团体这样 就掌声了 结果那一车 好像来办告别式一样 马上 怎么会这样 年纪轻也不知道怎么应该 继续 然后讲啊讲啊 不能用统一招 那个董事长 有时候 看来他们有夫妻 有夫妻之间 经常有时候会消遣一下 夫妻之间的笑话 跟你讲 这个各位太太 我跟你讲 你家的老公是这个世界上 最会替你保守秘密的人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根本没在听 你觉得好像吗 对 那个董事长下了车之后 脸更臭吗 他说 那时候还不叫林荣 因为我本名叫林金龙 中间有金吗 林先生 你有女性歧视 这个笑话 这是出来玩吗 怎么这样子变成 你有女性歧视 带那种团 就很难带 这样怎么融化这座冰山 所以说破冰很难 你要看理科的性质 有的是慢慢的 有的像那一种 那你就 严肃 你就跟他搞严肃 你就用 都讲正经的事情 然后 问他们说 累不累啊 是不是昨天晚上累 是不是想休息一下 或是想要听个音乐 甚至你们要唱歌 看个影片 或是听我讲也可以 他们 一样是像告别式 紧窍窍 那这样子好了 那 我就继续讲 那你们如果觉得累了 跟我 打个pass 对 我就 让你们休息 可以吗 也是像告别式 哇 传那一团 好像带到一起 堵不透 对啊 因为出来玩 行 没有好好放松 我现在举这个例子是 少之又少 为什么少之又少 因为那个铁板够硬 所以我记忆一辈子 是 少之又少 我这个带团的生涯 39年 如果说 如果说这种团有几团 我只能说大概一团吧 但是就让我印象深刻 理科大概有四种特色 有钱 有闲 有健康 找快乐 有钱 没有钱的人 伤不了我的车 同样的 没有钱的人 三餐都搅不齐 你有怎么可能去参加旅行团 有闲 大老板就哪有闲 大老板拼命赚钱 有的是 人家的员工 也不敢请假 请假回来 你的椅子 换别人坐走了 没有闲 然后有健康 没有健康的人 正在住院 或是感冒 不能出来 或是他这个 处着拐杖 他怎么走 所以没有健康的人 也出不来 快乐 就是要找快乐的人 才会出来 我就是要散散心 我闷死了 我要出去走一走 听人家导游 脸稍微也好 吃吃好料 然后看看不同的风水 把这个自己的臭皮囊 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跟不同的磁场交流 是 这个跟不同的人的磁场交流 跟不同的土地 气场 磁场交流 然后大家共同吃那一锅饭 吃那一桌菜 这种气场的交流 回来你会是 一块磁量 但是呢 他们就认为 那公司办的 然后就是 可能公司也不赚钱 但是一样是 胡委会要办 可能 胡委会 有点出来 也像常办的感觉 那种老板的脸 对 营工 没有出来又不行 没有出来的话 然后又跟你这个老板 凑脸在一起 这样 一开始 那都不是很好的气氛 我有一直在注意 这家公司 很多年前 事业有没有做得很大 其实没有 好 那所以说 刚刚结论就是 你说如何破冰 这学问很大 非常大 而且你不要白白 要会看 我们的师傅都教我们 眼看四面 耳听八方 是 早上在破冰的时候 我们老师 我们的师傅都告诉我们 比如说集合 像我们今天夜九点半 对不对 我九点十分就到了 楼下七分 我就在那边等 我们的师傅说 比如说 我们今天 这个课的理课 七点 七点集合 你七点到对不对 那个叫做迟到 一定要提早吗 你至少要提早 半个小时 至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在被养成的过程里面 就信念到 准时叫做迟到 那在早上一开始的时候 客人陆陆续续续来 你好 你好 来这个 小风格好可爱 你穿这张鞋子 今天爬上 可以吗 一开始 那你都是解冻的一步 让人家认识你 那车上 车子还没有开的时候 他们 游览车上面 有行李架 东西要推一推 你这个很重 小心 我拿到那边 你安全带这个 你坐在这 这样电视挡住 你看得到我讲话吗 这个都是在无形当中 我站到你的面前 我在跟你讲话 我在跟你对话 我不是从头到尾 我一直站在 很前面的电视前面 后面的人跟你是很有距离 这里面技巧很高 改天开个课程 真的耶 好多 先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讨论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心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 枝牙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 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内容 我们下次见咯